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饿了 多喂一点 多喂一点 然后我们再看看上面 这一棵树真茂密呀 有一只乌鸦在树的旁边飞翔 然后乌鸦的旁边有一座红色屋顶的房子 再来看看这一幅图的下面 有五个拼音宝宝 分别是孕母一乌鱼 和生母一乌 今天他们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请同学们收起耳朵 认真听 听老师讲故事 这一天呀 是星期天 一乌鱼三个小朋友 想去花果山去玩 可是他们太小了 而且对路也不熟悉 怎么办呢 聪明的一乌鱼 想找一姐姐和乌哥哥来帮忙 他们来到大一和大乌的家 对他们说 大一 大乌 我们三个想去花果山玩 你们能带我们一起去吗 于是大一带着小一去了花果山 他们成为了好朋友 大乌也带着小乌去了花果山 他们也成为了好朋友 只剩下鱼宝宝 在一旁哇哇大哭 他说 你们都走了 我怎么办 谁来带我去花果山呢 正当他哭得伤心的时候 一姐姐跑过来 对鱼弟弟说 小鱼小鱼 擦干眼泪 别哭了 我愿意带你去 不过我可不喜欢爱哭脸的小孩 你把眼泪擦干 我们一起去花果山去玩吧 于是大一带着小鱼 我都玩得非常开心 都成为了非常好的伙伴 这就是整体认读音节 鱼的故事 瞧,大一带小一变成了阴节一 大乌带小乌变成了阴节乌 剩下的一个,嗯,有点奇怪 你们看,这个,它的头伤没有两点 同学们很容易误以为它是乌 其实它不是哦,它是擦掉眼泪的乌 所以记住了,我们只要碰到大乌后面带着的这一个宝宝 它就不是乌,而是擦干眼泪的乌宝宝 你记住了吗? 现在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一,在读的时候也要注意 前面一个是生母,所以我们轻轻的读 后面一个是韵母,我们要脱长了读 直接整体认读 一 第二个是 呜,其实呀,它的发音就和生母呜,育母呜的发音是相同的 只不过,它是组合在了一起,成为了一个阴节 再给我来发一次 呜 最后一个 呜 呜 就像老师说的,这个是擦干眼泪的呜宝宝 一姐姐带着呜宝宝去了花果山,它们成为了好朋友 呜 呜呜 所以啊,拼音王国一共有三类拼音宝宝 它们分别是生母 孕母 还有整体认读音节 它们的读法也是不一样的 生母,我们该怎么读呢? 轻又短 一 呜 孕母要读得响而长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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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音节呢,我们同样要读得响而长 呜 呜 呜 同学们,你们要记住 这些音节呀,它们是由什么样的生母和什么样的孕母组合在一起的 既然我们已经认识了音节 既然我们已经认识了音节,那么音节加上声调又该怎么读呢? 瞧 第一树牌是生母,第二树牌是加上育母的,整体认读音节 当它们加上了声调以后,你发现了什么? 首先看第一横牌 你有火眼晶晶吗?你能观察到的是…… 瞧,本来韵母一上面有一点,可是加上声调以后,点就不见了,因为一戴上了帽子就会把点遮住,所以我们一看到它加上了帽子就不需要再带点了,你看 怎么读呢? 一加上声调,就不需要再带点了,因为帽子会把点遮住 怎么读呢?还记得我们的声调歌吗? 一声平,一 二声阳,以 三声拐弯,以 四声下降,以 接下来我们把声调歌去掉 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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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可以通过读联想到词语,比如说 乌,乌顶 乌,乌人 乌,跳舞 乌,乌 乌 乌 下面你们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试一试第三行排的,于 比如说你们可以加声调歌来唱 一声平,于 二声阳,于 三声拐弯,于 四声下降,于 你们还可以通过读声调,联想到词语 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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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于 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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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于的于 雨 下雨的雨 雨 雨时的雨 同学们 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 学习中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你们都可以用 可以选自己最喜欢的 最擅长的方法 能够激发你的学习兴趣 接下来我们来看三幅图 这三幅图上的物品呀 都可以用图下的拼音来表示 首先来看第一幅图 第一幅图上妈妈在晾衣服 衣服的一 我们如何用拼音来表示呢 其实就是 整体认读音节一 加上第一声 就是衣服的一的拼音 和我读 衣服 衣服 一一一 妈妈在晾衣服 第二幅图上是 乌鸦 乌鸦 你瞧 图下相对应的 就是乌鸦的拼音 乌是整体认读音节 加第一声哦 鸭它就不是整体认读的音节了 而是 大一 加岳母 阿 阿的头上是第几声呢 第一声 所以是 乌 一阿 呀 乌鸦 第三幅图上 小明在喂鱼 这只鱼 是第二声 记住了 这个可不是乌哦 而是把眼泪擦干的 鱼爸爸 小鱼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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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我们学习了 生母 匿母 和整体认读音节 下一节课 再见